经常看电视的人就会看到中国的特种兵一般都会在脸上涂抹油彩 但是通常电视上的特警却戴着面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我们都知道要想当个特种兵是非常难的事情 通常有可能是一千个人当中选一个的存在 特警也是在许多精英里面挑选出来的 那为什么他们同为中国警界和军界的精英 为啥一个涂油彩一个戴面罩呢 其实这主要从他们的任务方式来说 一般来说特种兵会在野外山林隐蔽作战 他们为了让自己更贴近环境 所以会在脸上涂抹类似山林环境颜色的油彩 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自己的隐蔽 并与环境融为一体 还有个原因是因为特种兵执行任务的难度大于特警 他们脸上涂抹油彩是为了让犯罪分子忍不出来他们 因为有一些漏网的犯罪分子 如果看见特种兵的脸会对他们进行报复 如果看不清脸就不存在了 特警是属于武装警察的范围 他们一般的任务是在城里面 在城里面就不会有山林了 所以就不用涂抹油彩增加隐蔽性了 当然特警戴面罩也有防止报复的原因 还有个原因就是城里面媒体众多 怕特警执行任务被媒体拍下脸 这样对他们日后的工作是非常有影响的 不仅特警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的